白色轎车高速翻了180度 车子还继续往前滑 最后四轮朝天倒在路中央 短短没几分钟远近到场处理 驾驶自行打开车门脱困 不过他满身酒气 原来又是酒驾照火 讲话一直迷迷糊糊 一定是酒驾 一整排机车东倒西歪地上 留下大量油漬零件 小巷子宛如台风过境 这一切都是白色轎车 闯的祸 赵氏轎车连轮胎都喷到路旁 脱掉业者协助把车拖走 邻居听到巨响出来查看 身材工具全毁了 黑色轎车板进凹陷 严重受损 但被波及的可不止这一辆 28号凌晨两点这辆轎车 在巷弄左冲右撞 一共两辆汽车 16辆机车遭到波及 巷弄刚好在周遭 做一个巷弄 刚好听到声音之后 然后上前盘查 烧金驾驶酒测值高达0.75 被警方一公共危险移送 离开前还对着镜头呛下 酒驾造势没有丝毫回忆 最佳一等 记者黄天涯 许志诚台北报导